关键新闻欢迎你回来 方林公园举行演讲活动 对人口白皮书表示反对 12名来自不同行业的新加坡人 在活动上对刚在国会通过的人口白皮书发表看法 主要对人口过密可能造成的社会课题表示担忧 记者蓝力挺报道 虽然天不作美 不少公众还是撑着伞聚集在方林公园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集会 除了反对党成员 也有从事社区服务 商业领域的年轻新加坡人 轮流上台发表对人口白皮书的看法 但主办方表明 这次的集会并不是针对到本地工作的外籍人士 也有参与者呼吁政府 以绿皮书取代白皮书 以包含国人对人口挑战的意见 主办方表示现场有5000名公众 但人数没有经过正式统计 主办者和演讲者都再三的强调 这次的集会是让新加坡人有一个平台 针对人口白皮书来发表看法 并不代表任何的政治立场或是政党 人口白皮书经国会在上个星期修改后通过 指690万人口不是个目标 而是为筹划硬件设施的预测数字 新传媒新闻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 hiç不是这样 这集会等会试验 Element'll be 鱼匙 过不 Couple 到 是 自 互 对 你